第1565集 叶浩轩把他扶了起来 穷一头的冷汗 他震惊地看着 卡迪德头顶上 那股若有若无的神力 一时间整个人都陷入了震撼当中 他向来不相信这个世界上 有神的存在 但是那股庞大的神力 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 他定了定神 然后再向卡迪德身上看的时候 那股神力已经消失了 除了叶浩轩之外 所有的人都是一身的冷汗 因为他们刚刚感受到了 那股胜利中强大的力量 本来他们有点不是很相信 卡迪德的 可是从卡迪德的身上 散发出来的那种神力 却由不得他们不相信 我知道 现在说这些 没有什么真正的说服力 卡迪德道 但是我真的没有说话 大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了 真相很快就会揭晓 到底是真是假 我想大家很快就会明白的 太 太不可思议了 穷一身的冷汗 刚才的一切 再次颠覆了他对这个世界上的认知 我真的没有必要骗你们 叶浩轩导 这一路走来 我们也付出了同样的代价 现在我们应该齐心 找到神殿所在的地方 否则的话 我们的战友将会白白地死去 你觉得 他们会相信吗 会议结束了之后 卡迪德和叶浩轩一起出去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天空中没有星星 只有一轮血色的圆圆 横挂在半空 光线有些暗 在血色月光的映照下 看起来有些血性 不知道 或许会 或许不会 叶浩轩笑了笑 这很重要吗 只要他们不提出离开 那就代表他们相信我们 不离开 是因为他们付出的伤亡 实在是太大了 卡迪德摇摇头 越想前走 怪物也就会越来越多 我们付出的伤亡也就越大 我不清楚 我们能不能走到那一步 而且 我也不确定 这么多年了 光明之神 是不是已经把我给忘了 他不会忘的 叶浩轩笑了笑 你的担心有点多余了 他是神 他会永远记得他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情 而且他付出了这么多代价 他是不可能让 域外师姐的人得逞的 希望如此 这个地方安全吗 地图上标注的是安全 但是我觉得 也不是绝对的安全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在保持着警惕 不是吗 对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得保持警惕 卡迪德 卡迪德微微地点点头 我总感觉 有一双眼睛在不停地盯着我们 你感觉准吗 叶浩轩问道 准 很准 而且 越是向里面走 这种感觉就越强烈 在外面的时候 有人对光明之惊感兴趣 但是他们总不至于会追到这里来吧 他们要光明之惊干什么 通过光明之惊 可以让一位神降临到地球上 那些在远古大战时逃避的神 现在要急不可待地回到地球来 所以 他就会指示他的信徒怎么做 所以那些家伙们 就过来抢光明之惊 叶浩轩问道 对 不过 我觉得他们有些不太可能到这里来 毕竟 这个地方十分的危险呢 那可未必啊 叶浩轩想了想 如果他们不追来 等光明之惊放入神殿之后 他们就会彻底的没有机会了 如果不趁着这个机会 他们还会有其他的机会吗 卡迪德眉头紧锁 叶浩轩的话 让他隐约的有些担忧了起来 他觉得 这原本安全的地方 看起来也不是那么的安全了 叶渐渐地深了 除了守夜的几个人之外 其他的人全部去休息了 在这个地方待了虽然只有一天 但是所有人都感觉到心里焦脆的 所以都十分累 除了叶浩轩根本就不知道疲倦之外 其他人都睡得跟猪似的 嘿 哥们儿 借个活 职业的是几个外国人 他们的感觉十分的敏锐 只要是周边稍微的有点风吹草动 他们马上就能感觉得到 如果有什么动物出现了 他们会第一时间警觉起来 其中一位是华夏人 也就是下午恶战蜈蜈蚣的时候 提醒叶浩轩 先把蜈蚣的头盖骨给卸下来的那个 他的名字叫做王燃 他拿出了一个打火机 递给了那个老外 然后他继续警惕地看着四周 嘿 哥们儿 放松点 老外点了一根眼导 这里是安全区域 而且 我觉得就算是有什么东西 也绝对逃不过我的感觉 我们现在是在执行任务 方燃看了一眼老外 你们国外的军级 难不成就这么差吗 我们现在的任务 是关系到里面所有人的生命 你能不能认真点 其实 我一直都挺认真的 真的 老外耸了耸肩膀 不过现在这里 没必要那么小心 哥们儿 现在不是打仗 你完全没有必要那么小心的 但是在我看来 这就是打仗 王燃认真地说 在打仗的时候 你任何的一个疏忽 就有可能会要了你的命 别不相信 你们华夏人就是太严谨了 我们现在这里 除了一些没有任何智商的生物之外 其他的什么也没有 你看 这里有什么 有什么 老外哈哈大笑了起来 王燃不说话 他还是警惕地看着四周 因为他知道这种地方 是不能放松的 稍微放松一点点 就有可能会被某些东西给趁血而入 哥们儿 你不来一支烟吗 老外拿出了一支烟递给王燃 我不抽烟 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 不能抽烟 我跟你说话已经是违规了 王燃看着远处黑洞洞的地方 回答道 哎哟 真没意思 烟是一个美妙的东西啊 人生啊 如果少了烟 那就什么乐趣都没有了 哦 原谅我是一个烟鬼 如果没有烟的话 我会活不下去的 王燃笑了笑 他没有时间在这里听这个老外 絮絮叨叨的 他现在只有一件事情要做 那就是站好岗 把任何的危险 都杜绝在外面 这才是他现在应该做的事情 你不无聊吗 这老外可是一个画牢 看到王燃不说话 他又有些不敢寂寞地说 无聊 王燃道 那 那我们聊会儿天吧 老外好奇地说 今天斗那只大蜈蚣的时候 你建议一圣 敲掉那块蜈蚣的头盖骨 你知道他的弱点在哪里吗 知道 王燃打道 我有种特殊的能力 就是知道任何物种的弱点在哪里 是吗 那你告诉我 我的弱点在哪里 老外来了兴趣 我感觉我是无敌的 我没有弱点 你的弱点就在于你的蛋蛋 王燃看了一眼老外 而且你的能力 应该是在控制气候 很不错的能力 不过你的弱点 就在于你控制的时间过长 如果没有人保护的话 你在被人干死的时候 还没有办法把你的能力 给凝聚起来 哦 该死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老外骂了一句 他真的不清楚 王燃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 我的能力 就是扫描弱点 王燃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我这双眼睛 能看透任何人的弱点 所以我今天看出来了 那个大蜈蚣的弱点 就在他的头盖骨处 只要他脑袋处的那块盖子 被掀掉 那么他就是一个弱鸡 事实上 这件事情也是正确的 那玩意儿的脑袋被掀开了以后 真的就是一个垃圾 哦 我真羡慕你的这点能力 老外有些羡慕地看着王燃 如果我知道一个人的弱点的话 那就好了 当我上一次实讯的时候 就不会被那个混蛋给打得满地找牙了 哦 听着这家伙叙叙叨叨地说话 王燃有些不耐烦 他把自己的耳机给取了下来 这耳机是一个微型的翻译机 大家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 语言并不通 但是有这蛮人就好了 大家可以愉快地在一起聊天了 但是王燃很快又把耳机戴上 因为他觉得这附近有动静 你有没有感觉到什么 王燃皱着眉头 问道 什么 老外不解地看着王燃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们附近 我感觉到是一个人 王燃有些疑惑地向四处看了看 他的感知能力不错 他觉得有人 有吗 老外一只手摁在自己的太阳穴上 感应了一下 然后时晓到 你想得多了 我什么也没有听到 嘿 哥们儿 你应该放松一点 在我周围 只有那些野蛮未开化的动物 根本就没有什么人 可是我的感觉 是不会错的 王燃有些疑惑地问 你真的没有感觉得到吗 没有 我的感应能力 是来自于天气 比起你来会更加的敏感 我说没有就没有 也希望你不要自己吓自己了 老外信誓旦旦地说 王燃不说话了 但是他还是有些不放心 他继续地保持着警惕 哦 哥们儿 你不是能找出一个人的弱点吗 那你们的医生的弱点在哪里 老外问道 医生没有弱点 至少 我看不出来 王燃看了一眼老外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哦 天哪 不要这么警惕好不好 我没有恶意的 我只是奇怪 像医生这种人 他到底有没有弱点呢 老外看王燃的表情有些警惕 他连忙弹开手 示意自己没有恶意 没有 王燃肯定地回答 哦 天哪 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老外难难地说 据说他灭了五十一区 一个人 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的医生 根本就不是凡人 王燃看了老外一眼 所以不要用看待凡人的目光 去看待他 在我眼里 他就是神 哈哈 你们的神 也不能完全地保佑你们 老外笑了 他觉得王燃有些愚昧 有些盲目地崇拜 叶浩轩再怎么厉害 他也只是一个人罢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脸上的笑意 突然就僵了下来 他的额头上 一条细线 骤人地甩开 紧接着 老外的身体向两侧歪去 他居然被某种不知名的东西 给硬生生地劈成了两半 紧接 紧接 王燃大喝了一声 他右手一翻 一把脉冲枪已经出现在他的手中 他的意识完全发出 紧紧地盯着前方 因为他没有看到敌人 也没有感应得到有什么东西到这里来 他的意识发出去之后 诡异的一幕出现 在他眼前 有数个透明的人影 在晃晃悠悠地向他走来 这些人影像是一些气体 但又不像 他们手里提着刀 刚才那个老外可就是死在这些人的刀下 哦 贱鬼 王燃提起手中的脉冲枪 对着前方的白影 就是轰出了一枪 嗡的一声响 半空中扭曲的气体骤然发出 那几条白影随即消散 怎么了 叶浩轩最先赶了过来 有东西 刚才有东西出现在这里 王燃紧紧地握着手中的枪 他们不是这里的怪物 也不是人 是一种类似于人影一般的东西 那几条白影随